学佛要学正法,就是要正当的生活方法 学佛要学正法,就是正当的生活方法 而修食善业可以让我们不要再造作更多的恶业 行走在正道上 学佛就是学习 学习什么?学习正法 什么是正法?正当的生活方法 正当的生活方法,简称为正法 什么是没正当的生活方法? 杀生、吃肉、酗酒、赌博、 吃虎、丢虎、胎膠、吃虎肉 贪金没正当 贪金也没正当 你的人,你所学,你所恶的不是正法 修食善业并非只是消极的防非止恶 还要积极发挥它的作用 譬如不杀生,还要进一步的要护身放生 不偷盗,还要进一步的不失贡养 不邪淫,还要进一步的修饭行 急离欲行 不两舌,不恶口,不妄言,不奇遇 更要用爱语、慈悲语、赞叹语来劝人念佛念法念僧 这样就是真正的善业了 十方新闻 黄慧如肖瑞丰 高雄采访报道